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历史是这样的 人还是那个人 刀却不是那把刀 三国时期关羽实际上是白脸 所用的武器也不是青龙演乐刀 真正使用的可能是长矛和拖刀 主公就算颠沛流离 主公就算坎坷齐取 主公就算罗难 我要千里走胆起 别担心 害怕我不会舍弃 将一起关羽永远陪伴你 我的一生七七复复也做过 斩妇彷徨时我也想过 想曹操还好我坚持住 上当年那强装的 我沾眼亮 温酒沾花雄白 如今出门愁 众人之中 惺惺色色 我也都看过 从何时留备张飞伴我 进入兄弟的契合 像红日之火 点燃真的我 结伴新千山也定能踏过 愿晚风轻轻吹过 即使我混沌过 意欲就在击挂你我 愿万幸轻轻善过 山出五彩山 轻轻掩跃的 战狂去写梦 哇 主公就算颠沛流离 主公就算坎坷齐去 主公就算落难 我要千里走胆棋 别担心 害怕我不会舍弃 将一起 万语永远陪伴你 主公就算颠沛流离 主公就算坎坷齐去 主公就算落难 我要千里走胆棋 别担心 害怕我不会舍弃 将一起 万语永远陪伴你 主公就算颠沛流离 主公就算坎坷齐去 主公就算落难 我要千里走胆棋 别担心 害怕我不会舍弃 将一起 万语永远陪伴你 我 美好丽世界 关于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 就是大哥刘备 他是三国时期蜀汉的开国皇帝 据三国演义统计 说刘备哭了三十多场 为亲人哭 为妻卷哭 为兄弟哭 为大臣哭 为我们留下了 皇后仁德的美誉 其实我不爱哭 我今天来这儿呢 是想制止我的眼病 这几天我眼痛啊 干得我难受至极 所以才会想流眼泪啊 我的重旧吧 好伤心 我现在就成你一个老公了 我该怎么办 我跟你说啊小敏 你韩剧看得太多了 你应该少看一点 眼泪流多了之后 对眼睛不好你知道吗 那我眼睛会有什么事情吗 得无类症啊 这位医生 医生啊 你真是神机妙算 今天我到这儿来啊 就是想看看我这个无类症 眼睛太难受了 无类症 刘备 仁德不天下的三国时期的 蜀国开国皇帝 黄叔 你快坐这边休息 刘勉 你自己坐 你能不能矜持一点 刘叔 我觉得无类症的根本问题 是在你的心里 心里 对啊 怎么可能啊 你看刘黄叔是仁爱之心 你泪点低啊但是 你哭多了之后 眼睛流干了 泪点低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对啊 我们黄叔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这句对 礼方说啊 你当时送徐树的时候 你就为了多看徐树一眼 你砍掉了整片山上的树 主公 原职死去曹营 你放心 我定不会为那曹贼信一记一策的 好 原职保重啊 主公 保重 我送你离开 圆芝 我送你离开 圆芝 我送你离开 圆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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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树挡住了我的视线 把这树砍了 主公 圆芝回来了 主公 这树能长得如此大 实属不易 不要砍了呀 不就是看不见我了吗 我换朝路便是了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千里之外 圆芝 圆芝 别走啊 圆芝 来人 这假山等着我视线推了 不够 这假山比这树更不易啊 不就是看不见我吗 换条路便是了 带走啊圆芝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你无声黑白 主公 圆芝 你回来了 前面没有路了 你还是砍树吧 好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你无声黑白 砍 把树给我砍了 或许可爱 徐树 是第一个投靠刘备麾下 比较有文才武略的人物 非常受到刘备的重视 徐树别去 刘备送了一程 又送一程 灵类而望 却被一树林割断 玄德以编指曰 无欲净罚此处树木 众文何故 玄德曰 因足武望徐原职之木也 你太勇敢了 我好爱你啊 这样 这样 咱们两个 一人喝一杯养乐多 这样呢 养要身子 你知道吧 来 我们来 小平 干嘛呢你 现在还在诊疗中 你是不是吃醋了 你真想多了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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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肯定是误会我了 你看好说 如果说我误会你了 那当时庞统 宫城战死沙场的时候 你不哭得稀里哗啦的吗 是 报 庞军师 于宫城之时遭人埋伏 王渝落凤泊 庞军师 身陷十足 战死沙场 传我旨意 传我之意 风塔尾 关内侯 示好惊候 可惜了 一代凤仇军师 竟然落得如此的下场 风珠 风珠啊 风珠我没有你了 我就好像没有了左膀和右臂啊 王叔 您节哀顺变 我们定会为庞军师风光大葬 王叔 您是一代人军 我们兄弟们 愿意为您战死沙场 二位将军快快请紧 不必如此 不必如此 让我们一同 齐心协力 抗击操贼 建安十九年 庞冬率中工厂 被飞舰射中 死去 十年三十六岁 刘备极其痛心 一说到庞冬就流泪 好了好了 你说说我 我的将领都战死了 我哭他们也很正常啊 大夫 对呀 你太有爱心了 不过呀 黄叔在不伤心的时候 他也会哭 刘医生 我们黄叔明明就是重情重义 你别老说他爱哭 黄叔你看 当年鲁素三药荆州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是靠哭 保住了荆州啊 公武使臣鲁素求见 先生 先生快快 快快来 这鲁素又来讨要荆州 让我如何是好啊 主公 主公 稍安勿躁 先生 鲁素已经来了三次 现在无法推脱了 主公 我有一计 先生请说 主公 烧食鲁素进来 你只管哭便是了 这哭 用不用我凶一点 把他吓走 主公 想一想荆州的黎民百姓们吧 你要是把荆州还了回去 百姓们该如何是好啊 对 保持住情绪 鲁素进来 你一直想着百姓们就好了 保持 继续 留黄叔 留黄叔啊 留黄叔 紫敬啊 黄叔 为何见到紫敬后如此啼哭啊 主公 想一想荆州的黎民百姓吧 百姓 百姓 是不是荆州缺粮啊 没有关系 我吩咐大都督 到时候从江东运粮过来 主公 想一想荆州的黎民百姓吧 百姓啊 我明白了 黄叔啊 定性的曹贼来犯 您放心 我江东兵强健广 一定想方设法 帮黄叔击退曹贼 主公 想一想荆州的黎民百姓吧 应应应应应应 百姓啊 哎呀 黄叔好了 哎呀黄叔好了 黄叔 我明白了 黄叔啊 您要是实在没有地方住的话 可以先暂住荆州吗 紫敬 紫敬 此话当真 那我就不客气了 紫敬今天来得很巧 早早下出座鱼 不如留下来尝尝吧 刘备为了保住荆州 寻求诸葛亮的帮助 诸葛亮让刘备见到露宿后 直广哭泣便能保住荆州 男儿有泪不清谈 阿斗带泪落月盘 你好 历史君下节更精彩 你是不是喜欢我 快快快 快给我治治我的无类症吧 黄叔 我知道您仁爱 您仁慈 但如果您想根治这个无类症啊 那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就是您必须要控制内心小宇宙的爆发 更何况男儿有泪不清谈啊 对不对 是是是 可是我应该具体应该怎么做呀 我告诉您 您回去就这样 想哭的时候啊 就身体不哭 用动作来发泄你的情绪 不哭 我有点明白了大夫 哈哈哈 谢谢大夫 谢谢大夫啊 那我就 那我就告辞了大夫 哈哈哈 告诉告诉 哈哈哈 黄叔 你走了 你别走啊 哈哈哈 别哭了 下班了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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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喜欢我 我要是喜欢你 我就不是大夫 我是病人 啊 啊 啊 主公 啊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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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生气不哭 用动作来发泄你的情绪 用动作来发泄你的情绪 嗯 嗯 我不能哭 不能哭 我要听大夫的话 嗯 我要用动作发泄情感 嗯 嗯 主公 主公 使不得 你还是哭吧 哈哈 哈哈哈 刘备志向远大 在乱世中结干而起 于官与张飞 结义于桃园之中 刘备为人谦和 李贤下士 宽以待人 素以仁德 为世人称赞 最终建立蜀国 谢谢 谢谢 哎 杰备志向远大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是的 哎 这刘皇叔也太爱哭了吧 人家那个叫情感细腻 OK 因稀才而流泪 所以用咱们现代的话 总结就是 刘总一定是一个 特别关心自己员工的好老板 哇 可是作为这一代君王 光靠仁义 就能成就一代霸业吗 当然不可以 刘备是一个在 逆境当中 创业型的君主 所以在创业初期 人家和官与张飞 结成了 桃园结义群 在之后的创建 霸业的过程当中 这两个弟弟 可以说是成为 刘备的左膀右臂 当曹军南下的时候 他和东吴结成了 抗曹群 以少敌多 在赤壁市 大败曹军 相传说 卧龙凤厨 得一则可安天下 但是人家刘皇叔 是将卧龙 诸葛亮和凤厨 堂统通通的 拉进了自己的朋友圈 可见刘皇叔的朋友圈 各种能人志士 那都是齐聚一谈 嗯 那我懂了 这刘皇叔呢 既不像曹操一样 邪天子 以令捉猴占得了天使 也不像孙权一样 长江天倩占得地利 没错 他呢是以这个仁义 赢得了贤臣如云的朋友圈 也就是占得了仁和 所以我想这就是刘备之所以 能让关羽一路追随 忠心不二的魅力所在吧 那关羽精神呢 一直是被各朝各代所崇拜 像蜀汉时期呢 关羽被封为了前将军 那到了宋朝被封为了武安王 明朝时封呢三界伏魔大帝 到了清朝再次被十次加封 直到光绪五年 关羽的封号呢 只达了二十四个字 忠义神武 灵用神勇 威贤保民 京城随进 敬赞宣得 官胜大帝 真可谓是旷古未有 令人惊叹啊 谢谢我们的历史小助手 其实我们很希望每堂课 各位观众能够和我们一起 导致历史 演艺历史 解读历史 并且完原历史 会发现历史原来如此的有趣 今天 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国华人卫视 法国华人卫视于2015年正式开播 以中法粮语传播 着眼中国 立足法国 辐射欧洲 电视台24小时持续播出 包含了新闻资讯 专题片 纪录片 娱乐 访谈 电影 电视剧等栏目 在这里呢我们欢迎大家 点击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同时格外提醒大家 点击关注旁的订阅提醒小铃铛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掌握 法国华人卫视的最新咨询 法国华人卫视 期待您的关注 字幕提供